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原神开荒季第一期 最近我也是重新练了个星号 在练度方面可以说是一点练度都没有 冒险等级也不高 刚好34属于萌新等级了属于是 看到这里可能就有聪明的观众要问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开一些什么荒呢 问的好 最近也是有粉丝私信我说 这个爆炎术是完全打不过呀 在线等挺急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开荒爆炎术 有一说一 这个爆炎术确实难打呀观众朋友们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本期内容 好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击败爆炎术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呀 我们首先要带上一名水系角色 比如说这个蒙德偶像巴巴拉就非常不错 好的这里千万不能弹 这里要注意爆炎术一旦抬手就是要丢技能了 但他丢完技能之后就会休息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就非常适合我们来攻击他的熔岩核心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他倒下之后我们就可以切主力输出来输出他了 这里有什么技能就用什么技能 好了什么大招就用什么大招 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 基本上倒第一次就可以磨掉大半血 那么打到这里我们就不能再弹刀了 因为爆炎术起身的时候必定会转一圈 如果继续弹刀很有可能会被他击中 等他转完之后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提示 意思就是他的弱点便到了头上 等他用头砸我们的时候 就可以用水系角色攻击到他的头了 那么其他时候我们就一直围着他转圈就行 这样可以躲掉他大部分攻击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火圈攻击千万不要慌 一定要观察脚下的红圈 一般像这种时候我们是没有机会攻击到爆炎术的 只需要围着他安心转圈就行 讨伐这个爆炎术一定要转起来观众朋友们 好的 他这个技能结束了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换上我们的巴巴拉攻击他的头部 这个时候不要慌 他克我们的时候赶紧躲避 躲避完了也不要忘记普通攻击 爆炎术倒下之后赶紧换上我们的阻力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呀 那么这里肯定有伤害不够的小伙伴 两轮没有带走爆炎术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等一下大家给这个爆炎术留一丝丝血皮 让大家看一下第三轮该怎么打 好的 这里要起身了 赶紧往后撤 因为他要转一圈 他转完之后我们不用管 我们依旧围着他转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他的元素重新凝结起来 那么这一次凝结就在树根的位置 我们就接着转 观众朋友们 转起来他就打不中我们 好的兄弟们 又是这个技能啊 地上有火圈的技能 不要紧张 很好躲的 那么这一招结束之后 我们又看到了一招新技能 不用慌 打不中我们 接着转 只要我们再移动 他任何一招都打不中我们 有时候他会在地上放这些火焰花苞 用我们的水系角色把它打掉即可 那么爆炎术的攻击手段 我们已经全部看到了 只要转起来 他就打不中我们 那么接下来再打掉他的核心 那么爆炎术的讨伐 我们就成功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不妨点赞 关注 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 我是大佬 我们下期再见 886